还是要手递手交给弗兰克林 图进来 看这个球两分有效 还了一个2加1 弗兰克林这点是关键 还是交给弗兰克林 拉回来自己要3分 再次命中 上海队这样的话 打了一波16比7的开局 也是把浙江扯州金租队给打停了 对吧 你现在没打算 没打算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点耐心 又来了 第一节上海队有点挡不住 因为说实在话 上海队现在有两个牵制点 对吧 一个王振林 一个弗兰克林 交暂停了 浙江队这段时间防守不好 你这种物攻呢 导致你的篮板球被对手给控制 对手打反击 对手喜欢的节奏 还好弗兰克林这边三分钟能够回过 是 浙江队之前打了一波13比1的小高潮 还是让王振林来过渡一下 再交给弗兰克林 好球 上海队看看遇到这样的困难呢 怎么来怎么来解决 还是大王跟弗兰克林两个人打打招 命中率还有 还是要让弗兰克林出来接球 对 二加一 五次了 卢文波怎么办 弗兰克林太有经验 对 知道你这次次犯规 其实这球他就是找你犯规去 再转移给弗兰克林 直接要三分了 再命中 看看浙江队要不要叫暂停 现在的节奏又回到了上海队所希望的这样的节奏 弗兰克林再来一个吗 又是一个三分 这种球你是没办法 这完全都是大空刀 弗兰克林追着打 今天把握性是真高 弗兰克林他在调整能力很强 没碰框 大威三分球没投中 又是弗兰克林 好球 再起二下一 这个球关键呢 漂亮 又是双0连线 瑜伽豪被调出来之后呢 一个反跑 弗兰克林出了机会 弗兰克林啊 前场王哲林还跑在最前面 这个比赛上海队要拿下了 越来越大 拉开到11分了